于天和李亚平爱女于怨起于2022年8月癌症病逝 她的老公Gary成健抚养一双儿女 未料近日爆出Gary市车手头 被新北市海山分局依炸期最嫌逮捕 当场在Gary身上起出二百余万巨款 对此于天震怒 他向记者表示绝不会管Gary 直呼最好盼久一点 可恶什么诈骗集团大意灭亲 希望从众量刑 于天强调Gary已一个多月没见 明天就会和李亚平把外孙外孙女接回家住 于天表示事件爆发前完全不知情Gary再当车手 是于祥全接到记者电话后 一家人才知道这件事我不会管的 不晓得今天是于祥全五点多跟我讲 说Gary被抓走 说被抓去几天 我跟他没这么亲 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他小孩 至于是否为协助Gary后续处理 于天直呼最讨厌诈骗集团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做的事怎管的了 我女儿也死了 他做事情我哪可管啊 于天无奈地说 一家人已有一个多月没见到外孙女和外孙 这些日子也没有事情联系 叫他带小孩来都不来 考量Gary的父母离婚 可能不便照顾 于天表示会和李亚平一起把外孙接回家 男眼怒火道 最好盼久一点 可恶 什么诈骗 可恶 而于湘泉被问到锦表示 我真的不清楚 会去关心一下状况 于天早前因赐女于怨起 不敌职肠癌病魔逝世 让身为父亲的他深受打击 他从宝岛哥王到民进党立委 风光的背后却是天人两格的悲痛 于天人生路波折重重 两个弟弟父亲到女儿陆续先走一步 令人悲叹造化弄人 于天是什么人呢 1947年出生在台湾省新竹市的他 原名于清源 在家里面排行老大 是台湾著名的歌手 他毕业于新竹一中 擅长田径 铁饼 签球 棒球 铁饼甚至还是之前县礼运动会记录保持者的佳绩 在他17岁的时候 参加了新竹台声电台和电塔唱片联合举办的歌唱比赛 因为成绩优异 从而跨入歌坛 开始掌握头角 之后从隶属合重唱片 转而加入了立歌唱片 1978年9月13日 于天与妻子李亚平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两人婚后生活十分和谐美满 结婚后的他依旧活跃在歌坛 后来更是以一曲荣树下成名 他也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资历和不少的人缘 之后 家里也陆续添了新人 大女儿于小平 二女儿于怨起和儿子于湘泉陆续降生 一家五口也算是和和美美 本来他的生活从这来看 是在正常不过的一名艺人的平凡生活 可是作为台湾演艺圈里面的老大哥 于天一直坚定地支持民进党 所以逐渐也有了要从政的想法 并付诸了行动 2007年 于天来到了当地的事务所 申请改名 将本名改为于天 除了唱歌之外 于天还开始主持综艺节目 并且经常为演艺界红白喜序担当主持人 2008年1月12日 于天依靠之前积攒下来的人脉 顺利当选台湾民进党立委 他也确实就此从歌唱界转进政治圈 作为最小的一个孩子 于祥全也被安排在立院 跟在父亲于天身边学习 每次李亚平出去跑摊的时候 于祥全也得跟在身边 学习如何做好一名特助 而这些举动也都是为于天积攒声望 稳定选民的心 虽然于天的妻子和儿女都是特助 但是并没有领所谓的立委助理费 于祥全虽然还是每月向父亲于天开口要领用钱 却也是做出了保证 要让大家刮目相看 看上去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于天私下里烦心的事情却一件也不少 他的子女可都没少让他操心 早在2005年 于祥全参加节目时挑战歌唱比赛 可是当时因为走音 妄辞而被评审包小百严厉批评 更直接质疑他的艺人身份 之后他就一度传出疑似患忧郁症及恐慌症等精神疾病 出现各种异常行为 严重影响了自主生活能力 他也自此在台湾名声大噪 而面对儿子的突然精神崩溃 此等情况也让于天夫妇为了儿子病情担心不已 在那之后 于祥全的新闻几乎就没有断过 陆陆续续又传出了停车纠纷 特权违规停车 闯红灯 酒驾等等一系列负面新闻 本来是一鸣一人 如今却成了社会新闻的常客 为此 于天也只能一遍遍地要求儿子出面道歉 2009年 不审心的于祥全又因为在夜店与人饮酒作乐 因为不满同桌一男子喝了酒 却没有一起分摊账单而产生不满 从而引发争执 动起了手 最终于祥全被控告伤害罪 同时 除了这个唯一的儿子不让人审心之外 于天另外的两个女儿也是接连传出负面消息 二女儿于愿起 也传出和整形医师男友分手的消息 主因只向男方劈腿 让原本就很疼爱无缘二女婿的于天 破口大骂男人分流 但不要下流 对此 于天也坦言 自己女儿和男友确实已经分手了 他每天待在家里 而且他去世之前就发现了男友劈腿的问题 只是认为男女朋友无所谓 只是结婚之后不这样就行了 于天也坦白说 自己结了婚也不敢 抓到不被打死才怪 至于大女儿于小平 1999年进演艺圈 在2007年拿下澳门麻将大赛基金 有台湾赌后称号 可是她的恋情也没比妹妹好到哪去 2008年就传出和小她8岁的中美混血难抹交往 且相恋不到三个月 两人就在节目上和公共场合拥吻 不仅如此 于小平甚至为了小男友退了十个通告 而且吃喝玩乐都是她出钱 被身边有人笑称是在养小白脸 对此于小平则讲了一句名言 帅哥总是没钱吗 后来又与另一个人看上眼 随后又传出两人感情破裂 看着家里这负面消息不断的三姐弟 于天也是头痛不已 儿子各种病痛不断 惹是生非 两个女儿的爱情坎坷不平 注视都让她担心不已 虽然从于天的情况来看 她大部分的烦恼 都是家里那几个不省心的孩子惹出来 但是另一方面 她也有其他忧虑的事情 在她当上立委 支持民进党之时 她也在不知不觉中赔了家产 2010年8月2日 民进党立委余天又遇到了事情 但这次不是儿子余祥犬惹祸 而是从监察院公布的43位立委的财产申报资料来看 余天夫妇资产状况存在问题 首先 余天夫妇名下财产并不如外界想象的多 他们两人的名下也没有所谓的汽车或者股票 就连存有的现金也没有达到申报标准 存款不多 反而还有一大笔的债务 至于余天名下的债务主要分为两笔 分别是一笔房贷和一笔信用贷款 总金额达到了1319万余元 私下还有三笔民间借贷约有750万元 其中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余天的名下没有什么资产 例如房子土地之类 但是在他妻子李亚平的名下 却不仅有着两笔台中市北屯区的土地 还有一间位于印度的度假别墅 还是在2006年2月以500万元的价买入的 虽然余天夫妇并没有很多的房产车产 但是他们名下的珠宝 古董与保险总价额却不低 达到了1156万元 而他们夫妇两人参与投资的天平传播 新天力传播这两家公司 目前只剩下新天力传播继续营业 另一家天平传播已停业 余天说天平传播是他和老婆李亚平 共同投资开设 他选上立委之后就不再营业 而新天力传播是轻微开设 他和李亚平仅是投资而已 2012年 又到了四年一次立委选举的时候 可是这次的余天却与名额失之交臂 就此落选 此时的余天已经65岁了 可是债台高筑又遭遇落选的他 也不得不开始为钱财发愁 开始想各种办法赚钱 而余天如今的情况 除了自家公司停业 收入减少的原因之外 最主要的还是他担任立委 为支持民进党花的钱比较多 入不敷出所导致的 在担任立委的这四年里 他的薪税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反而做服务 出席活动花了不少 很多时候除去薪税不说 他自己还要倒贴很多钱 才能弥补当月的开支 他曾透露自己从政当上立委 从2008年到2012年 四年来共负债2000多万 其实大家都以为立委薪税高赚钱 但其实过去为民服务 一些红 白贴 出席活动都需要钱 我一个月薪水大概16万 但我的薪水拿去请助理还不够 自己每个月还要倒贴20 30万 而余天虽然有几个子女 可是除了不让他省心之外 也并不能帮他缓解所谓的经济压力 以至于他的几个子女 都被外界认为是只知道依靠父亲 不知道独立的人 可其实在家里 除了大女儿于小平通过上通告 购物台等有一些收入之外 于怨起过去也曾在音乐餐厅助唱 也开过餐厅 可是经营不善 最终赔了50万元 后来换了一份房地产工作也没做了 工作很不稳定 而曾上节目唱歌的余祥权 在演艺圈也没什么成绩 余天拜选后 立法机构助理的工作也跟着消失 选战势力后 余天看着家里面资金严重短缺的境况 就想要重新回到演艺界赚钱 依此来缓解经济压力 可是他的年纪也已经很大了 也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 而且他家里的成员也失业了 很多的压力都堆在了他这一个60多岁的人身上 而且作为出道多年的老艺人 整个余家几乎还是靠余天一人在撑着 经过多年 虽然余天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 但是始终也是杯水车薪 在2014年的时候 二女儿余院起又被发现患有直肠癌第三期 开始了抗癌之路 治疗费加上之前的欠款 导致余家的经济压力更大了 2016年 余天再次走上了政坛 在5月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改选中 作为前立委的他顺利当选 2018年 38岁的余小平竞选议员 余天为了帮他助选 不惜向朋友借钱 约砸下500万新台币 对此 余小平被质疑没有能力 只知道依靠自己父亲 而余天则怒对 他不靠爸要靠谁啊 还说自己多年来 帮过几百位议员电话拉票录音 我替女儿录音有什么不对 可余天借钱帮女儿竞选这一举动 也让他们这一家的境况更为艰难 2022年8月21日 余天那一直与病魔抗争的二女儿不幸离世 余天拖着颤抖的身躯 靠着儿子于祥全 缠服走到医院大厅 沈通开口宣布二女儿恶号刚刚走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笼罩着这位老医人 余天出面时痛哭表示 早上来探望余院起 状况还好好的 没想到突然恶化 更没有想到女儿主动选择了放弃急救 在于院起去世时 甚至眼睛都没有闭上 直到她跟妻子亚萍说我们放下了 女儿于院起才微微闭上眼睛 其实早在她离世前的几个月里 情况就很不乐观了 她的癌细胞逐渐扩散到了肺部 只能通过再度化疗来遏制 但是因为身体接受不了 可身体恢复的速度 远远赶不上她癌细胞扩散的速度 没多久癌细胞就遍布全身了 之后还出现全身黑色的现象 年仅39岁的女儿离世 这给了余天很大的打击 前不久余天放弃连任三重立委 向民进党争取不分区席次未果 经历一段心情调试 才重回造势舞台 她近日在综艺节目上 跟儿子余湘泉坦白 你现在比我有钱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也没有收入 就靠你养我了 余湘泉提到过去爸爸秀场演出 很晚回家 父子关系较不紧密 有时候余天在家想看看孩子 却因为作息与家人错开 只有宠物狗作伴 一度阴寂寞哭了 她与子子们年轻时 听到这件事 还一度笑爸爸是老人与狗 但在她自己也做了父亲后 才比较能体会余天的心情 也希望他们一家 能积极乐观面对各种困难 相信他们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